英國的一些朋友 本身以往都可能在他的朋友圈 可能和一些檢控部門有關的一些政府部門 他都有攜拐的事情 最近會不會有一些BNO的人 他們可能在離開香港的時候 拿了強制鑑 可能暑假 或者可能之後他回香港的時候 就被拘捕了 最主要的問題是因為 可能說他們是發假誓 或者可能有一些偽造文書的說法 當然我個人就不能夠以我的認知去證實相關的情況 但是其實也不斷有聽聞就是說 有一些仍然有強制鑑的香港朋友 就算他是BNO持有者 都可以拿到強制鑑的一些這樣的說法 但是其實我自己會覺得一樣的就是 當然其實現在真的有一個正式的渠道 比如說如果我可以證明或者我可以宣誓就是說 其實我是會永遠離開香港 或者我不會再在香港找工作的話 其實是有權真的可以留回自己那份強制感的 其實也都不會觸犯法例 或者不能夠不符合法例規定這個說法 然後我就沒有想過拿NPF走的 可能第一件事就是那時候都走得急 都沒有時間 或者沒有任何安排 就是怎樣拿回自己強制金 第二件事其實 因為可能我覺得我強制金的錢不是很多 那所以就可能就可以各自一別 無理到我一個人的 那當然可能去到真的可能需要用錢 或者甚至可能就是說 其實我現在想拿回 那因為我的資產 那如果可能現在 整個安排似乎 給到人一個想法就是說 你盡量都不要拿了 或者你拿的時候 你可能手續很麻煩 或者可能是會有一些麻煩上身的話 其實我想 作為一個自己的資產 但是竟然給政權 用一些非行政手段 或者近乎一些很不明的一些方式去處理的話 其實不當不少都會覺得 你香港是不是一個自由港 那你香港是不是一個資金可以自由出入 而那些錢其實我是從一個合法途徑去拿 或者其實是用一個現在現存機制之下 我有權去拿這個強制金的理由去拿回 如果這樣也拿不到 那我想很難說服到人覺得 對你特區政府現在的一些措施 或者現在一些所謂經濟政策 仍然保持香港的獨特的位置是有信心的 如果會可能涉入到一些 我是來英國定居的 可能你的強制金的一些經紀 就說說 你去到民政處選擇 你又說 你回大陸定居 在這個做法 我覺得可能在香港的香港人 想著拿強制金離開英國 或者甚至可能已經拿一拿強制金來到英國 而想著回港的話 如果真的有嘗試過 用一個這樣的形式說我自己其實來英國 但實際上我宣誓的時候 我其實去中國定居的話 這一方面會不會他們自己要小心一些 或者甚至是要想一想這樣做相關的一個效果呢 第二件事就是說我們都相信其實通過一個正常途徑 譬如說我們可以申報一次可以拿回強制金 只需要可能宣誓或者我宣稱就是說 我們就不找香港賺東西做或者我離開定居的話 其實我們真的有權 無論是一些強制金的一些投資公司 或者一些保險公司 其實是有責任協助我們拿到強制金的 不需要用一些灰色或者一些走鋼線手段 可能會令到相關人士會有一個法律風險在那裡 都不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我自己都沒有看回現在自己強制金本身的投資資格 現在的情況 但是我記得我自己選的時候 都沒有選一些同香港 或者選很少香港 或者甚至完全不選和中國有關的一些投資產品 或者是一些相關的一些項目的 就是可能多一種就覺得可能你香港中國的一些投資的一些項目 或者一些產品給不到我的信心 第二件事是我們都明白到現在的股市其實 特別香港股市 如果你說我本身還記得我投資整個投資 很多都是在香港管市 那其實是不是應該現在真的要做一個即時的處理 這個都是很重要的 就不是等到強制金蝕到真的 差不多等於武功的話 你才去處理 到時候可能你拿回幾萬元 或者拿回幾千元的話 那你其實和武功是沒有分別的 其實你和賭錢內口是沒有分別的 所以我覺得 反而第一件事就是處理了現在你自己戶口 強制金裡面的投資的一個分佈情況 當然第二件事就是如果覺得現在的投資環境 現在的投資環境根本是你投資什麼都真的虧了 我寧願去擺定期四里五里六里的話 那我覺得我有權拿回錢 是為自己的財富的增值或者一個保值 是有一個相關的安排